这是一段被禁播70余年的真实影像 完整记录了日军甲级战犯东条英机 被11名国际法官以不记名投票方式 判决绞刑的全过程 现在就让我们跟随这一宝贵的镜头 来了解这件事情的历史真相 眼前这名臭名昭著的日本人 就是二战时期甲级战犯东条英机 因为日军许多穷凶极恶的战争 都是经过他一手授权的 并多次对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入侵 造成了数以千万计的生灵涂炭 所以曾让许多亚洲人对他恨之入骨 在法庭上55条罪行里 东条英机就占了54条 可以说双手沾满了世界人民的鲜血 1946年5月3日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 世界上规模最大 时间最长的国际审判开始了 这是由11名来自不同国家的法官 共同组成的庭审 当时的会场可谓是人山人海 甚至出现卖旁听黄牛票 所有人都势必要看着 罪恶至极的东条英机 被处以最严重的审判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 这名气数已尽的日本战犯 黄望叫嚣 无耻地说道 面对所有的指控 都认定自己是无罪清白的 甚至还亲自写下了 近30万字的辩护文件 面对这位名玩不化 极端狡诈的战犯 只有铁样的证据 才能让他们俯法认罪 东条英机的诡辩 没出多久 便被大量的证据而打脸和击破 11名国际法官商议过后 光是起草判决书 就长达1212页 并在开头有这样一句话 侵略是人类最大的罪行 是一切战争罪行的总和与根源 最终决定对东条英机实施绞刑 还有同样罪行滔天的松井石根 土肥原贤二等7名战犯 另有一名战犯被判处有期徒刑 两名战犯在判决前病亡 1948年12月23号处刑日 东条英机脸色苍白 像风中的白纸一样静拦着 真正站在绞刑台上的他 辩护时的诡计多端荡然无存 在赴死布上签字的东条英机 双手不住地颤抖 名字也写得歪七扭八 被套上头套后 甚至得需要美国大兵在一旁搀扶 才能站稳腿脚 武士道精神荡然无存 待调整好工具之后 一声令下 东条英机被执行了绞刑 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这一段被禁播70余年的真实影像 详细记载了日本天皇发起投降的全过程 现在就让我们跟随这宝贵的画面 一起来了解此次事件的历史真相 上午八十五十分许 美军代表迈克阿瑟 乘坐布卡南号驱逐舰 从横滨赶来 尼米兹将军上前迎接 两人有说有笑地向甲板上走去 如迈克阿瑟所愿 五星上将旗将会升上为甘 这种事情在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 如此激动人心的时刻 就算是迈克阿瑟也无法克制 而日军投降代表则是乘坐小艇抵达 为首的便是日本外交部长崇光奎 他的一条腿便是被爱国者投掷炸弹炸断的 导致现在只能依靠甲之行走 也算是恶有恶报了 崇光奎一行人缓缓地向着甲板行走 身后多名军官穿着皱巴巴的军服 和泥泞的军靴 显然是深受五十道精神熏陶的他们 认为投降是莫大的耻辱 但迫于天皇的命令 只能以穿着衣服这种方式 来抱怨自己的不满 昔日何等趾高气昂的他们 如今却在这里俯首称降 九十曲 迈克阿瑟站在演讲席前 宣布此次仪式正式开始 崇光奎等人迫于无奈 纷纷向迈克阿瑟致礼 但狂妄的迈克阿瑟 根本没有进行打理 这一幕纷纷被摄影师记录在了相机中 带到军舰牧师祷告完毕后 迈克阿瑟神色严肃地 开始宣读投降命令 随后便是日军代表 一一进行投降协议的签署 崇光奎一瘸一拐地走到桌前 看着满桌的停战协议 一面放置好他的帽子 一面又把钢笔从口袋里掏出 但面对从未见过的投降书 一时间不知道在哪里签字 在参谋长的指导下 崇光奎终于在投降书上 签下了自己的姓名 随后是日军梅金美智郎 此时的他看着各项条约 日军需要完全放下手中的武器 并对联合国后续发布的所有命令 都给予执行 心中有怒却不敢言的梅金 甚至都没有入座 仿佛想保持着他那最后一丝属于军人的威严 草草就俯身签下姓名 日方代表全部签署完协议之后 迈克阿瑟接着宣布 同盟国最高统帅 现在代表各交战国签字 随后便让温莱特少将和帕西瓦尔中将 一起陪同前去签字 在迈克阿瑟签字时 共使用了六支钢笔 第一支和第二支 分别赠送给了身边的温莱特和帕西瓦尔将军 因为两人都是刚从日军战俘营中释放出来的 三年俘虏生涯 使得两人饱经摧残迈克阿瑟让其站在身边的用意 也是想让两人亲自见证日军投降的全过程 随后下一位签字的是美军代表尼米兹 同样也是在两位将军的陪同下签署了投降书 迈克阿瑟接着宣布 中方代表徐永昌前来签字 由此可以看出 我们国家能够在第二名签字 是经历无数战争的洗礼和不懈的努力 才得以如此的 我们国家的富强也离不开每一位精中报国的子弟兵 随后陆陆续续的各国代表人也都在协议上签署了自己的姓名 这段曾被禁播七十余年的真实影像 清晰记载了日本天皇无条件宣布投降的全过程 现在让我们跟随着宝贵的画面来一起回顾历史的真相 相信提起日本无条件宣布投降的原因 很多人都会说到 是因为美国向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放了两颗原子弹的缘故 虽然原子弹确实起到了一锤定音的作用 但绝非是日本投降最本质的原因 最多是起到了加速的作用 关键因素还在于本是同盟国的苏联解除了协议 被美军拉入了对日作战计划当中去 这样一来直接导致日本高层计划全面崩盘 苏联更是乘胜追击 派出了近两百余万人的兵力 前往对东北驻扎的日军进行毁灭性的打击 苏联和我国的统一战线 注定了日本已经没有一点赢的希望 毕竟但凡还有一次赢的机会 日本都绝对不会投降 所以真正的原因应当是几大盟国 包括中国、美国和最后加入进来的苏联 共同努力下的结果 还有一个因素便是 原子弹瞬间使得日本人口锐减 杀死了将近几十万的平民百姓 导致日本能够活动的区域越来越小 生产能力得不到有效的供给 石油、粮食、武器等战略性资源 前线更是根本得不到供应 就导致如果再这样打下去 就会面临弹尽粮绝的困境 日本天皇为了得以将本国的制度延续下去 迫不得已 只好选择无条件宣布投降 并派遣了代表团来签署停战协议 为数几十年的战争画上了句号 象征着和平的白鸽 终于可以在蓝天自由翱翔 我们国家的进步也是突飞猛进 早已摆脱那个任人宰割的年代 成为了一头东方雄士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